有没有简单 让锅子自己帮你炒喔 我就这样一个锅 你不用再煮一锅的这个意大利面 不用再用一个平底锅来煎鲑鱼 不用再用一个炒锅来煮我们这个油菜花 所以是不是超级简单的 大家好 我是微笑主厨 微菜老师 赞藏健康料理 低脂低温 坚持用好食材 近期我们超夯的DGI的饮食 在减肥食谱里面刮起一阵旋风喔 在减肥减重和减糖的饮食控制上 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才会建议减重者的食用 又可以同时达到摄取淀粉的营养素 而且不会容易发胖喔 意大利面就是我们DGI饮食的一种方式 今天要教大家用当令的蔬菜 高美的油菜花 搭配我们健康油脂的鲑鱼 来做一道健康 营养又充足的料理喔 我们赶快来进行吧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鲑鱼 我们要先把它腌制起来 我们要用油把它腌制起来 那先撒一点盐巴 油呢 一定要用橄榄油 Extra virgin的橄榄油 通常我们把它油制起来 大概要放一个晚上 这个油是非常好的油 所以不用担心 你用低脂低温去烹调 它反而可以把你的坏胆固醇给代谢掉 所以一定要吃好的油 那我们现在锅子热了对不对 假装这个是已经腌了一个晚上的这个鲑鱼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放进来 盖锅盖 关火 好 那我们现在就快速的把这个蒜头 把它切片 那苏肥鸡你有时候还要放一个塑胶袋 有塑化剂的疑虑 所以我们坚持用好的料理方式 好 我们打开啰 你看 有没有黏锅 完全不黏锅 再盖锅盖也是不用开火 旁边的锅子要做什么呢 开始来把我们的蒜头丢进来 你看看旁边是不是有油 这完全是鲑鱼跟我们那个橄榄油的油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油 而且我们全程都用低温在做烹饺 可是我们的蒜头进去也很香了 月桂叶丢个两片 想要吃辣一点呢 你就辣椒就切一根 不能吃辣的人 我们就半根就好了 这个都有很好的花青素在里面 然后这个颜色抗氧化都非常的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鲑鱼可以掀起来了 你看不黏锅就是不黏锅 然后再继续放在这个上面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要来做我们的意大利面 那传统啊 你是不是要有一锅的水 然后把意大利面给煮熟对不对 现在你只要有休闲锅 完全不用再煮一锅的水来煮意大利面 韦菜老师教你一个非常简单 一样是一锅就可以搞定的方法哦 好 我们把意大利面放进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锅子 我刚刚是不是都完全全程都没有开火 已经把这个鲑鱼给煎熟了 我直接把这个蒜头利用这个鲑鱼出来的油 就炒得非常的香哦 好 你的食材呢 只要够好 用上好的锅子 真的不需要太多的调味料 好 我们把这个面铺进来 好 加水 开火 好 我们等一下就让这个面 直接吸收这个水 不用炒哦 锅子帮你炒意大利面哦 也不用先水煮起来 好 厉害吧 水大概淹过它 等一下锅子就自己帮你炒好意大利面 那这个时候你就加一点你想要的调味料 盐巴 黑胡椒 或者是你要加迷迭香都非常好 好 盖锅盖 通常意大利面有分你的时间的多寡 那比如说这包意大利面如果说叫你要8分钟 那用休闲锅只要煮6分钟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让它等一下冒烟 冒烟的意思就是你水面的水 里面的水滚了以后 你看这么快 因为你如果一大锅水要来煮面 你是要煮很久 它的水起码要煮10分钟 你的水才会滚 那你看啊 我才讲话没几秒钟 它冒烟了 请你关小火哦 6分钟我的意大利面就炒好了 有没有简单 让锅子自己帮你炒哦 我就这样一个锅 你不用再煮一锅的这个意大利面 不用再用一个平底锅来煎鲑鱼 不用再用一个炒锅来煮我们这个油菜花 所以是不是超级简单的 哇 你看我们的意大利面是不是好了 需要再用一锅的水来煮吗 不用 我们现在把这个油菜花放进来 好 就用这个蒸汽把它烫熟 不用烫哦 也不用再加水哦 就是这个意大利面的水分就够了 那等一下拌一拌 记得你看我这个橄榄油就留在这边 因为我不想要把橄榄油下去煎 等一下你的意大利面啊 就淋上这个橄榄油拌一拌 上面再铺上这个鲑鱼 就超级好吃了 建议大家可以选用质量比较好的 出榨橄榄油 也就是我们extra virgin的橄榄油哦 好的橄榄油它具有相当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而且它有多种抗氧化的营养素 许多研究都指出 摄取大量橄榄油的地中海饮食法 对于我们体重的控制 会有正面的效果哦 搭配我们这个油菜花 更可以中和我们油菜花梗的纤维的干涩感 可以增加我们清甜好吃 又可以提升我们食物的原味哦 谁说清淡的减肥料理 就会没煮没味呢 我为蔡老师教你好吃又健康的料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一定要按赞 一定要分享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如果想要食谱的好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留言 小编跟我都会回复给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